大家好,我是素颜初见的钟小姐 有一个瓜呀,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我一直想谈这个瓜 但是一直到今天 我才终于实在没忍住 来抱,也不是抱瓜 这个不是瓜,这个是分析,纯分析 这个瓜 就是美国华人传王的女儿 一个小女儿叫赵安吉的 然后她本人今年才50岁 而且她那个 她应该是在美国出生的对吧 她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就妥妥的这个叫什么 高学历,高智商,还有高收入的三高女性 然后她的人生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但是莫名其妙的 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在 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州,我忘了 美国的一个州的一个私人的 农场里,然后在倒车的时候 坠入这个池塘里面 诡异的身亡 就这个瓜,我其实忍了很久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那个我有一个视频 我有说过,我说我不想谈 这种人命关天的政治事件 因为这很明显的是一个政治事件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本来是不想谈的 因为这种 你知道吗 赵安吉为什么会死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种涉及到很深的政治事件 就很容易碰到这种诡异的事情 所以说我不想惹事 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 我虽然谈的是他的这个瓜 但是我声明了 我不会谈到任何政治问题 我不会介入到任何政治问题 也不会谈及任何政治问题 我只是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今天才真正的爆出来 比较具体的几个 他这个案件的几个细节 所以我今天纯粹是做一个福尔摩斯 做一个推案 推理 推理破案的这么一个视频 所以呢 这个这个瓜呢 就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了 我只是在试图用 用目前大概能够知道的一些 就是已经公开报道出来的 不是警方爆出来的料 而是媒体报道 爆出来的料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线索 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瓜呀 汇聚到一起 基本上就是 我能够大概齐的看到 这个事情可能性的面貌 就是原来的真相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呢 今天就做一个推理的小视频啊 然后我再说一遍 这个事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不谈政治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赵安吉呢 他爸爸是 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厉害的 华人传网 应该在从在华人界里面 他应该是就是首富 或者说是就是第一名的那种 那种传网 资产多少多少这个亿 我就不知道了 这些这些资料 我背景我就都都没有去管 我也没没花时间 花精力去去搜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已知的呢 就是说他爸爸就是 现在已经九十多岁的这个这个华人传网呢 就是跟他一直很爱国 然后他跟大陆的领导人也是那个校友关系 所以说他一直都是在资助或者说投资吧 投资中国的这个船舶的这个这个造船事业 因为他在美国就是造船起家的嘛 所以他其实一直算是一个爱国华侨吧 或者说爱国的美籍华人 那么他的几个女儿呢 就他好像有六个女儿 很好玩啊 他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 然后他那个赵小兰 我忘了是他的大女儿还是二女儿了 反正就是他这几个女儿 反正就都挺争气的 因为这叫什么将门胡子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那个最出名的可能是 美国的前华工部长的赵小兰 他现在好像已经不在这个职位了 他是那个我记得 他是布什时代的那个华工部长 劳工部长 劳工部长说错了 前美国的劳工部长赵小兰 然后呢他 但是他虽然现在已经不在这个 就是白宫里面做这种 具体的这个政治的职位了 但是呢他的老公 好像是哪个哪个州的什么议员还是什么 我具体记不清楚 大家上网去搜 这些东西都是现在都是满大街都有的 你们一搜就知道了 因为这些就跟这个案情没有他的关系 所以我只是作为背景 因为要谈到他这个案子 就必须要谈到这几个背景 所以我只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背景 简单的提一下 那么呢就是说这个赵小兰 他自己虽然现在 我也不知道他是 现在还在不在政界 但是他至少没有在做那个劳工部长了 但是他的老公 现在还是一个政治界的人物 好像他老公也挺大年纪的了 七十多八十了 我不知道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说这个赵安吉 那么在这个船王的六个女儿当中呢 赵安吉他好像是一个 他是最小的一个 或者说是次小的一个 应该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最小的一个 对 他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然后船王也特别喜欢他 然后我看到网上的资料呢 是说 就是好像是八十年代 还是八九十年代吧 八十年代左右 那个船王他去 就他爸爸去中国 然后去投资 造中国的这些船厂 就是也不是他的船厂 就是可能是我估计可能是他投资 或者是那种中美合资的这种形式啊 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赵安吉才十五六岁 对了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现在五十岁 那就是说他是六四年 不对 七四年 七四年出生的 五十 不对 现在还没有过 他应该还没有过生日 那七三年 赵安吉有可能是七三年 或者七二年出生的 那么他十五岁的时候 就是八八几年 按他七三年算 七三加十五六 那就是八八年左右啊 大概起啊 就说他可能八八年左右 这个赵安吉就到国 就跟他爸爸一起到中国去 然后他爸爸在那个中国 就是合资 帮国内开那个传播厂 然后当时他就 虽然他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年龄 但是他好像有上台 是表演还是上台就是演讲 我忘了 反正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新闻 有这么一个爆料 还有照片 就是说他当时就是 虽然才十几岁 可能还是一个美国的小高中生 或者初中生 但是他在那个国内的 跟着他爸爸一起去 国内 不叫旅行吧 叫出差或者是公干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对这个船舶 制造业 船厂的这个 这个行业 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 所以他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这个小女儿的 就是一直把他当作接班人在培养 然后呢 后来事实也是 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呢 实际上就是 赵小兰是从政了嘛 对吧 那么他传门的其他的另外四个女儿呢 就都没有就是接触这个传播 这个行业 那么只有赵安吉呢 是接手了他爸爸的这个 庞大的这个造船业 在美国的这个business 美国的这个造船业 那么他爸爸已经九十多岁了 好像很多年前 他爸爸就已经退居二线了 所以呢 这个赵安吉呢 现在是名义上就是 他们这个家族企业的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CEO也好 或者说是董事长也好 或者 反正就是他 他就是 他就基本上就继承了这个 真正的继承了这个 美国传 美国华人传闻的 这个衣博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怎么会 莫名其妙的 然后在大年初一 也就是大概十几天以前 会这样突然的就 莫名其妙的就 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呢 这个我尽量说 说快一点 虽然现在已经七分钟了 我才连背景都还没介绍完 这个赵安吉 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物 他就是非常的能干 非常的 我说的他是三高女性 而且他又是 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然后他的第一任老公呢 比他大二十多岁 是一个几十亿美金的一个巨富 美国巨富 然后呢 但是那个老头呢 跟他结婚好像才几个月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我忘了 就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赵安吉呢 当时他是这个 遗孀嘛 这个老头的遗孀 一个小娇妻 他当时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纪 那么才结婚几个月呢 他这个亿万 身家几十亿的 这个亿万富翁的 这个 富居呢 又去世了 但他说实话 他还真不是高攀 因为他自己 就是他们赵家的 这个传播行业 也是 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这个资产也是 不会少于 一二十亿的 这么一个资产 所以他也 他这个嫁的 应该叫门当户对 不叫高攀啊 那么所以 但是呢 因为他刚结婚几个月 他老公就去世了 他老公之前呢 有 好像是有三个前妻 美国的太太啊 那个老头是个美国人 就除这个案子里面 除了赵安吉以外 和赵安吉 他的姐妹 和他的爸爸妈妈以外 其他人都是美国人啊 那么呢 因为他 他老公去世的 那么快的 跟他刚结婚就 就走了 然后他的 这个老头的三个前妻 包括这个老头 之前三个前妻 生的我不知道具体 有多少个小孩 然后就跟赵安吉 打官司 就打了很多年 最后 这些八卦 我就没有往戏追 我只是说 我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马上就要谈到 他的第二任丈夫了 那么他的第一任丈夫 就是一个亿万富豪 然后跟他结婚 几个月就去世了 所以他也没有小孩 跟第一任 那么他后来呢 我忘了是 多久以后了 就是他 第一次结婚之后 第二次结婚 是隔了多久以后 那么他 嫁的这个第二个老公呢 好像是比他大12岁 就大的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也是 美国的一个非常有钱的 身家好像我记得是 30亿美金 还是20多亿美金的 这么一个 就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富豪 而且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富豪呢 他特别热衷于 投资中国的产业 尤其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IDG 就是中国那个 这个IDG的投资集团呢 就是著名的 这个中国的 天使投资人熊小哥 那么熊小哥的那个背景 我就没有再去查了 但是我估计 中国投资界的人 对这个人 应该都是了如指掌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行去查一下 这个人物关系图 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我这些人物 都必须要点到 不然的话 我就没有 最后就没有办法 推理推出他 他为什么会命丧 池塘 这么优秀 这么牛逼的一个女人 最后居然 倒车 命送池塘 这个人是实在是 我说到这里 忍不住想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因为这个 我就觉得这些 戏剧性的事情 全都 我跟你讲 真的有时候啊 你再好的编剧也好 再好的小说家也好 你都编不出来 这样的剧情 现实永远都比 都比那个 所有的影视剧 所有的小说 或者是文学作品 都各家的拍案惊奇 你知道吗 好我接着我再说 那么背景呢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他嫁的第二任老公呢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投资大鳄 那么他在中国呢 也投资了很多的 初创企业 然后包括还有国内的 那个就是 对于学术界 招揽学术人才的 这个千人计划啊 也是赵安吉的 这个第二任的 美国老公投资的 他就是那个 千人计划的 这个投资人 那么这千人计划 基本上都是搞 学术界的 就是很厉害的大腕 比如说 什么物理博士啊 数学 数学博士啊 就这些精英啊 各个大学的这些教授 美国这些大学的 华人教授等等等等 anyway 这个我就不扯了 那么呢 就是在赵安吉 在大年初一晚上去世的 大概前两天 还是前一天 美国呢 刚刚 把这个 赵安吉的老公 叫布雷耶 布雷耶投资的 中国的这家 巨大的投资公司 叫IDG的 这家公司呢 列入为 军工 中国的军工企业 所以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个原因呢 赵安吉的老公 布雷耶呢 就 在这个消息 发布之前 还是之后 大概就隔了 一两天的时间 这个布雷耶呢 就在美国的媒体上呢 就公开就是 发布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他将暂停 对中国的 投资 就是他 而且他当时说了 他在18个月之内 都不会再 对中国的 不管是IDG这家 已经上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名单的 这家投资公司 还是其他的 中国其他的 出创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 那么这个赵安吉的老公 现任老公 布雷耶呢 就说 我暂时不向中国投资了 而且这个为期是18个月 我要观察18个月以后 再说 那么 在 美国把 布雷耶 在中国 投资的这家 IDG 设定为 这个中国的 这个军工 企业之后 和这个布雷耶 在美国公开 发表声明说 他要停止 对中国投资 18个月之后 那么 也就隔了一两天 这个赵安吉的 这个车祸 就出事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网上 大部分的 华人媒体 包括这个 美国的这些媒体呢 大部分的爆料 都是把这个矛头啊 把这个 第一 认为他不太可能 是自杀的 认为他应该是 被谋杀的 那么第二呢 因为最开始 在今天这个料 爆出来 就是今天的 爆出来的料呢 就是 他 这个赵安吉 这个车子 倒入池塘 倒车入池塘 这个具体的地点 时间 和这个打电话 给警察 报案的 这个报警人 这三辆最重大的 这个本来应该是 公示的信息 在过去的 这十几天里面 一直是被 警方 闭口不谈的 他也没有公布 这个信息的 那么这 就是因为他 这个警方不公布 这个应该公布的 这三项信息 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时间地点 还有一个什么 报警人 报警人 对 那么警方一直 不公开这个信息呢 所以说大家 才会纷纷的猜 这是一个谋杀 因为你很明显的一个 你死了人 然后你又不给人家尸检 然后你又不公布 到底他是在哪死的 是怎么死的 是谁打电话 报的警 这些关键的信息 你警方都不报 所以大家就越发觉得 这里面有猫腻 就觉得这是一个谋杀 那么所以在今天 这个信息公布出来之前呢 所有的这个 我看到的这些媒体 还有新闻什么的 包括美国的媒体 还有最主要的 还是华人媒体 因为这个事情 毕竟是美国的华人 传网 所以说华人 关注的更加多一些 那么大家呢 都是把直接箭头 就直向了 直向了国内 就说这个事 肯定就是 赵安吉肯定就是 国内的人下手 把他给杀了 暗杀的 那么我之前呢 我说实话 我在没有看到 今天的这些 就是这个警方 不是警方 今天的这些 这些料爆出来的 也不是警方爆出来的 这个我后面会谈到 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人 叫什么 Kelly Kelly 我忘了他名字了 就是我就回头 把他名字找到 我在说 就是这个爆料人爆的 这个爆料人今天 据说他昨天一口气 发了八条 Twitter X 然后就爆出来了 这些细节 就是警方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公布 赵安吉到底是在哪死的 那个牧场到底在哪 那个牧场的主人是谁 然后呢 打电话爆料的人又是谁 等等等等 然后他死亡的方式 到底是他自己开车 还是像中国的财新网 财新报道的那样 是被一个大卡车 给撞进河里的 池塘里的 总之呢 在今天之前 就这些东西 就都没有被确认 那么今天呢 由那个爆料人呢 发了八条Twitter 在昨天发了八条Twitter 把这些关键信息呢 暴露出 曝光了一部分 那么有了这些 关键信息以后呢 那今天我看到的 这个华人媒体 就全都在分析 就说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这些我现在 这个视频已经 是15分钟了 我没有时间讲了 我再会再录 第二集来讲 后面的 这个 就是这几条 关键线的信息 出来以后 那么大家 就更加的分析说 那赵安吉应该是 被人杀人灭口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 好像他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担心FBI 会找到他的老公 约谈 或者是要找到他约谈 所以说呢 他们就觉得 赵安吉是被人杀人灭口 这样死去的 那么我下半集 要分 在我上半集 刚才我 刚才我这过去15分钟 把这个背景 基本上七七八八的 简单的介绍了一遍 介绍的差不多了 下半集 我就要重点的分析 就是 我个人分 经过我个人的推理和分析 我得出的结论 我根据目前的 曝光的这些材料 得出来的结论是 我认为他不是被 至少不是被 中国的人 所谋杀的 就是如果 我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 我觉得大概率 他是自杀 或者说是意外身亡 而小概率 他会是被谋杀 而他即使是被谋杀 也应该是美国方面的 某一些人 下的手 而不太可能是中方 为什么 我在下半集里面 会把我这个 整个的推理过程 和结论 说的 清清楚楚 下集见